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18日报道,被记者问到美国未来是否有计划在派航母穿越台海时,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今天回应,他不能评论未来的计划,但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美国军舰有权力通过,包括乃提到的载台。 不过目前美国没有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计划,传统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今天,共同举办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薛瑞福应邀发表演说。 他在演说一开始便表示,自己以台湾的朋友为荣,美军太平洋舰队日前派出两艘神盾舰穿越台海,与会者问到中国解放军在台湾海域活动频繁,美国是否能管理这个状况,薛瑞福表示,美国无以增加任何台海的紧张,也无以增加任何可能升高冲突与风险的活动。 他认为,最具侵略性的是中方,最有注意的是中国能宣布放弃对台动武,撤回用来威吓与胁迫台湾的军力,这会是减少冲突风险的重要一步。 薛瑞福说,美国的法律给予他们弹性适当回应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活动,美国的安全合作与中国的威胁连结在一起,美国的法律要求美军维持一定的军力, 并且做出自主的反应,如果中国的这些军事活动持续,美国会依法做出回应。 薛瑞福说,在对台军售方面,川普政府有意依据中国的威胁及台湾的安全需要与台湾维持一个正常,例行性的军售关系。 至于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最优先的政策,薛瑞福说,台湾最重要的忠实地执行台湾的防御概念,其中包括台湾希望采购的先进战机和前进等相关项目。 台湾要利用美台军事合作的程序来忠实执行台湾拟定的防卫概念。 他说,台湾履行法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获得国会已知的支持,美国原本的政策就有空间让政府执行这些政策。 他没有听说政策有变,川普政府会继续执行其政策。 他在演讲时表示,台湾当然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策略的一部分,他相信台湾是一个可以做出正面贡献的印太战略伙伴。 他也肯定台湾在北韩核武问题上与美国的密切合作。 薛瑞福并透露,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月前访问中国,南海与台海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两大议题。 美国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违反了访问白宫时所做的不将南海军事化的承诺,决定不邀请解放军参与还泰军演。 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指责美国违反一中原则,但美国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 马提斯告诉中方,美国几任政府的政策都很一致,是根据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美国会继续忠实地执行。 美国的行动端是中国的作为而定。 在两岸关系方面,薛瑞福说,中国对台施压明显升高,北京没有选择对话的正面道路,美国感到关切。 美国的反应就是忠于台湾关系法在内的美国法律与台湾合作,让台湾有免于破鞋的空间。 美国相信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平对话,鼓励台湾双方对话。 薛瑞福说,美中关系目前的竞争层面重于合作层面,但美国有兴趣扩大合作面。 美国陆军部长刚在美国接待了中国的对口官员,金秋国防部与国务院可能与中方举行2加2会议。